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讲第七一章资产减值 整个依照惯例先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考询分析 这一章内容比较重要 考试实际可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 就是单选多选 而且单选多选确实是这一章的主流题型 也可以结合着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合并财务报本等内容 以主观题形式进行考核 你比如说客观题主要涉及到资产减值范围的判断 也就是说哪些资产减值属于我们这一章核算的范畴能不能转回 包括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我们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是二者输购 尤其是预计未来限级流浪限级值时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 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最后一节所说的商业减值 这两年频繁的在考客观题 当然在主观题商业减值的计算也是可以在综合题里边进行考核的 而主观题有可能考核的 比如说涉及到资产组的判断呀 或者单向资产组商业减值的账务处理 坦白来讲这张的主流题型还是客观题为主 近几年的平均分支大概也就是二分左右 那么这张教材确实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说了 这一张的基本框架结构五节内容 先告诉你什么叫资产减值 其次告诉你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几粮 我们这一张无外乎是拿资产的账面价值跟可收回金额去比 就跟存货一样 存货是拿成本跟可编先净值去比 然后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还有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还有商誉减值的测试与处理 相对来讲商誉的减值测试要是难点一些 但是也没有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这是这一张的基本框架结构五节内容 那么该说的都说了 我们就开始看第一节资产减值概述 第一个标题是资产减值的什么范围 啥叫资产减值 两个量去PK 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啥叫账面价值 原值减值就减贪销减值准备 换个词 账面余额扣除背底项目之后的金额 我们就称之为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跟谁去比 跟我们所说的可收回金额去比 可收回金额哪来的是要计算的 账面价值哪来的是已知的 是不是非常像我们前边第二张学的存货 成本是已知的 跟可变现减值去比 没错 一样 它也是账面价值已知的 如果将来账面价值高 而我可以收回的金额低 那不就是贬值了吗 反正说就是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我们就算资产减值 只不过这一章讲的是第八号准则 适用于第八号准则的减值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 具体包括哪些 比如说我所说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减值都适用于这一章的内容 那么对子公司的投资 我们可以提减值 也就是达到控制 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那就分别是达到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 成头 我们提减值都是拿成头的账面价值 啥叫账面价值 如果你是成本法 那就是账面余额减减值准备 如果你是权益法 就是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戴鼠盒减值准备之后 得到账面价值 跟可收回金额去PK 第二采用成本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为啥只提成本模式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价格不计提减值 包括固定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也包括我们第五节提到的商与减值 还有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 以及相关设施 能大概知道这一张核算的主要是非流动资产 那我能问一下吗 是所有的非流动资产减值都在这一张核算吗 不是 不是 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一张核算的非流动资产 大体包括这么几类 将来这本身就可以出题 哪些资产减值适用于第八号资产减值准则 我们要知道 那么标题二 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与测试 首先明确一句话 我作为企业 我是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先做一件事 根据我能获得的所有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我要判断一下是不是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那如果没有发生 那我就稳坐掉于台 如果存在发生减值的迹象 那我就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有减值迹象一定发生减值吗 那是测试之后才知道 那么只不过我要进行减值测试 是拿账面价值跟谁去PK 跟可收回金额 而账面价值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已知可收回金额是需要计算的 将来我一测试 账面价值果然高 而我可收回金额确实低 在这种情况下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换个词 你账上记得多 您能收回的钱少 我们就认为发生了减值 我就记题减值准备 确认减值什么 损失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那是不是任何资产 都会在出现减值迹象时 我才进行减值测试 不是 这个特殊情况 您类土鞋要给我记住 有三种情况 无论 我说的非常清楚 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 每年至少需要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之后 有可能没减值 有可能有减值 但这件事你每年必须做 跟有没有减值迹象 没关系 把它背起来 非常重要 中级会计事务考 诸多会计师会计 照样考这个内容 第一个 因且合并所形成的什么 商业 商业本身是不可辨认的 所以它有点很飘渺 很飘忽不定的这种感觉 不论是否有减值迹象 每年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第二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咋的不谈笑 但是我应该记体减值 不论有没有减值迹象 必须每年测试一下 第三个 对于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 无形资产 啥呀 我们会计科目核算的就是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本身这个还没有达到预定用途 它的价值通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否有减值迹象 每年必做的事就是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了 我提减值 没减值 我明年还测试 就这意思 所以商业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这三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知道 无论是否有减值迹象 必须进行测试 那么在这儿 我想说几点特殊考虑 第一个 我在判断资产减值迹象 以决定是否需要估计 资产可收费金额时 我们应当遵循什么重要性原则 也就是说 如果我估计出可收费金额了 跟您账面价值一比 确实可收费金额低 就低了一分钱 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必要再额外去算了 第二个 其资产存在下列情况的 我们可以不估计其可收费金额 他在告诉你什么 简台词就是 我这项资产压根就没有减值 他说了两种情况 第一个 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 资产的可收费金额远高于其账面价值 我账面价值一百万 可收费金额八百万 前台词是什么 以前没有减值 之后又没有发生消除这一差异的交易和事项的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可以不需要重新估计 该资产的可收费金额 为什么 我依然断定他没有减值 就跟比如说一个人身体特别好 后来又没有发生什么不利的情形 结论是什么 我现在依然断定这个人身体很好 就这个意思 第二 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 以分析表明资产的可收费金额 对于资产减值准则中所列失的 一种或多种减值迹象反应不敏感 有减值迹象 但是这个减值迹象不会影响到我这个企业 而现在又出现了这些减值迹象 结论是什么 我依然认为它不会影响到我这个企业 我可以 不会因为这些减值迹象的出现 而重新估计可收费金额 就这个意思 能大概听懂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节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那下边我们看第二节 资产可收费金额的几两 您的账面价值号称已知的 而可收费金额是要什么的 计算的咋算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先看标题一 估计资产可收费金额的基本方法 那先得知道什么叫可收费金额 就是您能收费的钱 这就很笼统的一说法 到底是什么样能收费的钱 其实我们做了两种假设 第一个 如果我假设把这个资产目前就卖出去 我不要了 我现在就卖出去 我能收到多少钱 那我实际上就是用这个资产的供允价值 简直卖这个资产必须发生了一些处置费用 举个例子 如果我现在有一辆车 我假如说不想要它了 我能卖多少钱 比如说能卖30万 但是为了卖车 我必须发生2万的处置费用 那如果我现在把这车卖了 我只能收到多少钱 28万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还有一种假设是什么呢 假设我不卖 我继续持有 那如果我继续持有 这个车也好 或者这个设备好 是不是在未来逐期给我带来好处 没错 我们把这种未来逐期带来好处的叫未来现金流量 可是那是未来的值 我一定折到现在的金额 也就是现值 再去跟供应价值兼处置费用后的金额去比 为啥呀 因为你如果卖是现在卖 是现值 而如果你继续持有 你挣的是未来的钱 我要把未来的钱折到现在 这俩对于我来说是不是都是好处呀 那我就有一个抉择 我到底是现在卖得到的钱多呢 我还是继续持有未来给我挣的钱多 我当然要选两者当中的较高者 比如说我目前出售就是这个价款 但是我未来每年都能给我赚到钱 我折到现在 比如说是三事吧 这俩都是我的好处 那么我当然选好处最大的 所以我们会计为数不多的选 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就在可收回金额这 剩下你去看去几乎选的都是熟地 为啥呀 我们会计从始至终都在贯穿什么原则 谨慎性 而这两者都是我的好处 我选较高者 这就是含义 那么在这说几种特殊情况 就是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特殊情况 其实我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不需要同时估计的情形 也就是说对每一项资产 我要确定它的可收回金额 是不是既要考虑它目前出售 能进额收到多少钱 也要考虑它继续持有 它未来能够带来多少钱的好处 两者一定选较高者呢 未必 我们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这是假设募坚出售 我能收到多少钱 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这是假设继续持有 我能收到多少钱折现 对不对 对 我是以这两者当中的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 我这么说您服气吧 对 他说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金额是30万 那么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比如说35万 这俩当中的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不就是35万吗 只要有一项超过了我的资产账面价值 是不是就意味着可收回金额超过了我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我账面价值是32万 你看 这不等于有一项超过了吗 那断言的结果是什么 表明我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我不需要再估计另外一项金额 因为即使估计另外一项金额比我这个金额低 那我不也是以这个金额作为可收回金额吗 即使我估计另外一项金额比我这金额高 我以更高的作为可收回金额 我更不可能发生减值 所以两项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账面价值 铁定没有减值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个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或理由表明 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显著高于公允价值 减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那么可以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视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为啥呀 道理很简单 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是我现在马上能估计出来的 我们家那车能卖多少钱 我到市场上一问减去处置费用 马上就知道要收到多少钱 但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必须把以后买一年净赚的钱算出来 还得折线才能求出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哪个难度大 当然确定未来现金流量限制难度要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又没有明显高于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 那我宁可以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作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比如说我们教材讲到的第十五章 持有待受的非流动资产 就是以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作为可收回金额 只不过那一章 它叫公允价值兼出售费用和的金额 一模一样的一个内容就不太单说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项 那么第三项 资产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确实指的是现在的金额 确实相对来讲很好确认 但你敢不敢说每一项资产都很好确认 未必 如果它无法可靠估计的 我们被迫以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限制作为可收回金额 那言外之意再告诉你什么 优先确认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不行的 我们再以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来作为可收回金额 这儿别错了就可以 那么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一个2020年的多选题 甲公司相关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简直的会计处理中 他一共告诉你四件事 问你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甲公司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简直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那当初提 第一个 对于尚未达到预定科 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还有啥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还有啥 无论是否出现简直迹象 每年必须进行简直测试 他说在每年末进行简直测试 这句话没毛病 所以他在这实际上给了一句话 未达到预定科审状态的无形资产 简直测试的处理 肯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问你正确的吗 第二项 如果连续三年简直测试的结果表明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超过账面价值的20% 谁高 可收回金额高 比谁高 比账面价值高20% 说明以前三年从来没有简直 而且报告期间没有发生不利情况 资产负债表日我得出的结论是 依然没有简直 我不需要重新估计 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这句话肯定是对的 连续三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超过其账面价值20%的处理 没毛病 第三个 如果固定资产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货的金额 这是假设卖了 与该资产预计未来限级流浪限值当中 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该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就断定没减值啊 对 我不需要估计另一项金额 肯定也没毛病 所以我们选项C也是对的 那选项D 如果固定资产的供允价值减处置费货的金额 无法可靠估计 那我以该资产预计未来限级流浪的限值 作为可收回金额 没毛病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因为一项确认不了 我以另外一项作为可收回金额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那可能有人好奇 说老师怎么有些资产的供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没办法确定 这个资产金额特别大 尤其是为你量身定制或者说特制的这种资产 很难脱手卖出去 我只能以这个资产给我带来的未来的限级流浪限值 作为可收回金额 所以说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可以了 那标题二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和金额的估计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设 我如果目前出售了 我能收到多少钱的好处 所以相当于是反映的是资产如果被出售 真的卖了吗 不是 我只上市场寻价 或者处置时可以收回的净现金流量 因为我要减去处置费用 什么叫处置费用 处置费用就是因为处置必须发生的费用 反正说因为没有处置一定不会发生的费用 我们才叫处置费用 是指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 一提增量成本就是处置必须发生 不处置一定不会发生的成本 包括以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 相关税费搬运费 以及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发生的直接费用 但是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等不包括咱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对资产现在出售也好 还有对资产继续持有也好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金融活动 而你的财务费用 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是用筹资活动 所以我们处置费用里边不包括财务费用 另外所得税费用为什么不包括财务费用 你很快就会知道 我们这一章讲的 不论是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的金额 还是未来现阶流量现值 用折现率也好 我们用的都是税前的金额 所以不能扣掉所得税费用 能明白 而且要能把这个结论记住 处置费用不包括财务费用 不包括所得税费用 一个是属于筹资活动 一个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是税前的金额 不能扣掉所得税费用 好 第二个 其实在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时 处置费用是必须要发生的增量成本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什么 一致 我只要确定出公允价值了 是不是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就确定好了 对 那这个公允价值怎么确定 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顺序 我们按顺序确定 第一 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 也就是说 有协议 有合同的 我们按合同价格 第二 如果没有合同的 但是该资产存在市场价格的 按市场价格确认 第三 如果既没有协议价 也没有市场价格 我们按照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 自愿进行公平交易 周余打黄盖 一个月打一个月 提供的交易价格来确认 所以这是公允价值的确定 一定是有自己对应的顺序 不是随意选择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 假如说 我既没有协议价格 我也没有市场价格 我也没有双方自愿 进行交易的交易价格 那是不是就可以断定 我的公允价值是无法可靠估计的 对 那公允价值无法可靠估计 是不是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 和的金额也无法可靠估计 对 那第一条路走不通了 对不起 接下来我就会以资产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浪限值作为可收回金额 所以可收回金额 两项都能确定的 我们选二者赎钩 如果一项不能确定 我只能指望另外一项作为可收回金额 相对来讲 资产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和的金额要好确认一些 所以我们优先确认它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二 那么标题三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实际上它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所说的继续什么 持有 假如说我现在不慢 我继续持有这个资产 我想知道这个资产 以后能给我带来多少钱的好处 我把以后年度的好处每一年折到现在给它相加 就是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所以这有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确定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既要考虑以后持续使用过程中每年带来的好处 也要考虑最后一哆嗦 在这个资产最终处置时 我实在都不想用到 它最后是不是可以卖废品啊 卖废品是得到的钱 我也要算现金流量 我把每一年的现金流量给它算出来之后 我选择一个恰当的折现率 进行折现之后的金额 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你有没有发现 实际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确定 难度要比前边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难度要大 对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显著高于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我宁可确认它 因为它确认起来要容易一些 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 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我有几个考虑因素 一个是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一个是资产的使用寿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折现率 有时候我没明白这个啥意思呢 是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固定资产 我现在呀 想算它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怎么算呀 很简单 你先给我估计一下 这个资产可能在几年内能给你带来好处 比如说你告诉我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这个资产能给我带来好处的 年份是四年 我们都知道把现在看成第零年 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三代表第三年年末 四代表第四年年末 对于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第一步要确认的是什么 未来的现金流量 未来的现金流量 这个未来的现金流量 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流入 一个是流出 那我要用哪个 我要用的是流入减去什么 流出 流入减去流出 假如说这个固定资产 每年给我带来的现金流入 比如说分别是一百万 二百万 一百万 五十万 这是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是什么 比如说他能给我带来现金流入的时候 设备要运行 能生产产品 卖了赚钱 设备总也得维修 这不就现金流出吗 假如说带来的现金流出是三十七十五十 比如说二十 那么我们要的未来现金流量 既不是单纯的现金流入 也不是单纯的现金流出 而是一个净现金流量的概念 将来我就会算出买一年的未来现金什么流量 一百减三十的七十 二百减七十的一百三 一百减五十的五十 五十减二十的三十 好 这是买一年正常运营的现金流量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固定资产哪怕在第四年最后报废了最终处置的时候 我还能卖废品 卖两万块钱 这两万也要加在第四年的未来现金流量里边 也就是说 我买一年的现金流量 既包括正常运营的流入减流出 也包括最终处置的这个两万 有了买一年的现金流量之后 下一步我就要确定一个折限率 这个折限率实际上是一致的 比如说百分之十 那第三步 我就算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我就是把这样买一年的现金流量 都给它折到现在 换个词 折到第零点 把所有的现值之和相加 就是我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比如说七十万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 往前球跳一个格 这是一次方 加上一百三十万等于往前跳两个格 是一加百分之十的什么二次方 加上五十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三次方 再加上三十二除以一加百分之十的四次方 假如说我现在算出那金额 我没算啊 假如说算出是二百一十万 这就是传说中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如果你在告诉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假如说是一百八十万 那我选这俩当中的较高者 我的可收回金额就应该是多少 二百一十万 是这个道理 是用每年的净现金流量 最后一年要考虑最终处置 你卖废品能得到多少钱 都给它折到第零点 算出我们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所以我说它的影响因素是 每一年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是流入减流出进额的概念 资产的什么寿命 折现率都会影响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那么况一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也就是说流入 现金的流入减去流出 实际考试是一般 它直接会给你一个净现金流量的概念 如果它单独给你流入了 单独给你流出 你要知道做差额就可以了 先看第一个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基础 您这个资产还有多少年的剩余使用寿命 您至少就应该预计出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比如说我这资产还能用四年 那我就预计出四年的现金流量 你不可能说我这资产还用四年 我能预计出十年的现金流量 不可能 所以在这我们预测现金流量时 通常预计现金流量最多可以涵盖五年 因为我们从现在预测五年之后的事还算有把握 如果你预测时间太长了 很可能现金流量预测的不准 除非你有合理的证明 能证明更长期限是合理的 你可以涵盖更长时间 没关系 而且我想说一句话 这个预测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整 比如说我原来觉得这个资产能给我带来五年的好处 那我就预测五年的现金流量 可能等我用了一点时间 我觉得这资产能给我带来好处的年限 不是五年而是八年 那我就可能要调整八年的现金流量 是这个意思 在这2020年考了一个单选题 他说为了资产简值测试的目的 且需要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计 并选择恰当的折线率对其进行折线 以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期限应该是什么 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或者叫尚可使用寿命 选项C是对的 那么第二个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包括什么 内容 既包括正常使用期间 每一年的现金流入 也要减去正常使用 每一年的现金流出 还包括最终处置时 你卖废品得到的钱 我刚才的两万是净赚了 那我加上两万 如果最终处置时 我是赔了两万 那就减去两万 所以我们在这儿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第一项是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第二项是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现金流入所必须的预计现金流出 如果你要让我算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是不是用括号一第一项减第二项 对 只是在最后一年 我还要考虑处置资产所收到或支付的净现金流量 在最后一年我赚了 我要加上那个数 赔了 我要减去那个数 我刚才加上两万 说明我体现的是最后一年处置时赚了两万 所以从整个期间 既包括正常使用期间 也包括最终处置期间 任何现金流出 任何现金流出 都要考虑在每年的未来现金流量里边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在这儿 我提示大家一话 对于在建工程 马上反映出一个特点是什么 还没有完工 开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还没有完工 前台字是什么 还要花钱 那么企业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 应当包括预期未时 该类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 而发生的全部现金流出数 也就是说 从现在的状态到完工 您不是还会花钱吗 你把那个花的钱 也当做每一年的现金流出 作为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的因素之一来考虑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特意说明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儿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他说2021年12月31日 假公司自行研发尚未完成 这不是还没有完工吗 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项目的账面价值是700万 我先给你写上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700万 预计至开发完成上需投入50万 很多人在这50万这迷惑 大家想一下 现在我可能还需要花50万 比如说我的研发还需要持续两年 这50万是一锤的买卖都花出去了吗 没有 我可能第一年花20万 第二年花30万 我累计还需要花出去50万 就这个意思 往下看 该项目以前未计题减值准备 那就说明大姑娘上脚投一回 由于市场出现了预期开发相类似的项目 假公司于年末对该项目进行减值测试 拿谁跟谁去比 第一项账面价值已知 第二项可收回金额是需要计算的 经测试表明扣除继续开发所需投入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600万 而未扣除继续开发所需投入因素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630 咱们前面不是红口白鸭说 要考虑继续开发这块现金流出吗 那大家想一下 有时候老师不对 你这俩怎么直接差30 您糊涂了 我第一年差20 第二年差30是50 没错 但折现完了 有可能这差额就变成30了 那我用哪一个 当然是用这个扣除继续开发所需投入因素之后的 现金流量 也就是我会把我继续开发 还要花的20万 还要花的30万 理解为每一年的现金流出 那么理解为每一年的现金流出 是不是至少这两年未来现金流量就会减少 对我用扣完之后的金额给他折现 当然他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会减少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要用考虑继续投入因素之后的600万 而不是用630 结束了吗 您可能还有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和的进额 他告诉你2021年12月31日 该开发项目的市场出售价格 给个词 公允价值 减去相关费用和的进额是540 那不就等于是600跟542 较高来作为可收回金额 当然可收回金额是多少 600吗 账面价值700 我能收回的钱是600 你告诉我怎么了 贬值了 贬值多少 100 那我就应该提100的减值准备 所以他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在甲公司2021年年末 对该开发项目应该积极的减值损失是100 这个一定要会算 那么下边我们看第三个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 这块题是客观题的重载区 大家一定要好好看看 括号一 我们是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依据 或者是为基础 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 啥意思 就是您企业拥有资产 不假 但是在您使用过程中 您难免会对它进行修理 改良 重组等原因而发生什么变化 我可能投入较小成板的改良支出 那我可能赚取更多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考虑不考虑改良带来的好处 不考虑 我们就是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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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三遍 不应当包括 与将来可能发生的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和与改良有关的现金流量 就跟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 虽然不恰的 比如说有一个人假如说是张三 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 他可能能活80岁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国家现在出了一个特别先进的技术 如果我对张三进行改良 可能他能活到120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预计一下他能活多少岁 我们仍然以现在的状况为依据 我只说你活80岁 而不考虑改良之后的结果 所以不考虑改良之后的结果 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实项 这俩一定要记住 那么在这往下说 企业已经承诺重组的 在确定资产的未来 现金流量的限值时 我们不论是确定现金流入量 还是现金流出量 都应当反映重组所能节约的费用 和由重组带来的其他利益 以及因重组而导致的未来现金流出 这句话是啥意思 我们将来不考虑 我们将来不考虑 尚未做出 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也就是那也是未来的事 我强调以当前的状况为一句 而我要考虑的是什么 前面这不有吗 我们要考虑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这是我们13号准则第12章要讲的内容 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那是未来的事 我要以当前的状况为基础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但是要考虑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还有一项不考虑 我就是不考虑改良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变化 就跟一个人 这个人现在可能能活80岁 如果你告诉他 有一天技术成熟 我给他换个心脏 他能活800岁 跟我没关系 那是改良 我不考虑改良带来的现金流量变化 我始终强调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听懂这块内容 不包括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不包括改良带来的现金流量变化 包括或者说考虑做出承诺的重组 把它背起来 这特别重要 这非常重要 一定要会 那么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企业未来发生的现金流出 如果是为了维持资产正常运转 或者是为了维持资产正常产出水平而必要的支出 或者属于资产的维护支出 这不是每一年正常的现金流出吗 这肯定要考虑 我们不考虑改良的流入流出 我们不考虑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但考虑已做出承诺的重组 要考虑正常情况下的流入流出 他是在说这个意思 括号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现在出售也好 你继续持绣也好 都是一种经营活动 不应该包括筹资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前边 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 后的进口 那个处置费用 不应该扣除财务费用 因为他是筹资活动 还不包括所得税收付产生的现金流量 您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和的进额 里边的处置费用 不考虑所得税费用 那我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我也不考虑所得税收付 为啥呀 将来未来现金流量求限制之后 要跟我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和的进额 二者宣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 所以不论这俩当中的哪一个 我要反映的 都是税前的金额 而不考虑所得税收付 这很重要 这特别重要 一定要会 第三个 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和折限率相一致 你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是不是都要除以一加折限率的几次方呀 对 也就是分子你的现金流量 要考虑了通货膨胀 你分母的折限率 也要考虑通货膨胀 分子分母一致就可以了 你两个要不考虑 都不考虑 第四个 内部转移价格应当预调整 有人说这个内部转移价格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您确定买一年的现金流入 比如说我是一下固定资产 我生产产品 我生产产品 我卖产品 如果我的产品只卖给企业内部 我能不能以企业内部啊 坦生的销售收入作为我的现金流入 不能 因为我要知道的是这个资产真正给我带来的好处 如果你只是一个内部转移价格 我可能要预于什么 调整 调整为如果我把这产品卖给我企业之外的第三方 我将会收到多少钱 以那个钱作为我未来现金流量里边的现金流入来考虑 就这个意思 这块内容 不要小瞧这几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2015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来 关于固定资产简直的表书中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是 预计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所得税收复 相关的现金流量错了 不考虑筹资活动 不考虑所得税收复 因为不论是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号的净额 还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强调的都是一个税前的概念 第二个 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用号的净额 举个例子 比如说100万 高于期账面价值 比如说90万 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举个例子 比如说80万 低于账面价值 慢点这话怎么那么绕呀 这是假设目前出售能得到前100 这是继续持有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82者当中的较高者 我确定可收回金额 那就意味着 我的可收回金额应该是多少 100 我拿可收回金额100 跟您账面价值去PK 是不是可收回金额大呀 对 这时候减值了吧 没有 而您这告诉我应当计题减值 显然也错了 那么选项C 在确定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与改良有关的预计现金流量 错了 不考虑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我们考虑的是已经做出承诺的重组 不考虑的是尚未做出承诺的重组 还有改良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化 这俩都是不考虑的 别错了 那么前三个都是错的 只剩第四个了 单向固定资产本身的可收回金额难以有效估计的 我们应当以其所在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可收回金额没毛病 后边会讲 如果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难以确定 我可以资产组组合确定可收回金额 那有人抬杠了 如果资产组组合也确定不了 可收回金额不可能 所以这一道题 正确答案只能是选项什么 四季 那么下边我们看小标题四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 也就是说 您不是告诉我 买一年的现金流出 减买一年的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才是我这要的未来现金流量吗 对 那我确定每一年数值时有几种方法 我们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叫传统法 啥叫传统法 传统法就是我根据资产 未来每一期最有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预测 就跟我现在问你 您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你未来三年每年可以赚多少钱 百分之百精确吗 不是 我不是预计吗 比如说未来三年 你告诉我每年分别赚一百一百亿九十 这就叫最有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 这就叫传统法 非常简单 我们教材给了一个例七杠一 某企业固定资产剩余使用年限是三年 如果把现在看成第零年 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三代表第三年年末 他告诉你 协预计未来三年在正常情况下 每一年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 错 是净现金流量 已经是流入减流出之后的进额 分别是一百万 五十万 十万 那您可以告诉我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怎么算吗 我现在算不出来 差一个什么 差一个折限率 假如说折限率是百分之五 那就是一百万除以一加百分之五的一次方 往前跳一个格 加上五十万除以一加百分之五的二次方 因为我往前跳了两个格 复利是往前往后数格 然后再加上十万除以一加百分之五的三次方 一个两个三个跳三个格 我把这个数 买一年的现金流量都除以一加爱的几次方 给它最后相加 假如说算出一百二十万 这就是传说中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神秘吗 不神秘 所以传统法买一年的现金流量 按照最有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来计量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种方法是相对于传统法而言 更精确的方法叫期望现金流量法 换个词 概率 加权 平均 比如说这给了一个利7-2 然后他给了买一年不同情况的概率 在不同情况概率下 买一年的现金流量他也给你了 你比如说他这明确的告诉你 我可能有产品行情好 产品行情一般 产品行情差 三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年产品行情好 那我的现金流量是150产品行情一般我现金量是100产品行情差我现金量是50 而且他会预测出产品行情好有三成的可能性产品行情一般有六成的可能性产品行情差有一成的可能性 那第一年的期望现金流量就应该是150乘以他对应的概率30%加100乘以他对应的概率60%加50乘以他对应的概率10% 算出第一年的期望现金流量是100亿 同理 80乘以30%加50乘以60%加20乘以10% 算出第二年的期望现金流量是56 而第三年就是20乘以30%加上10乘以60%加上0乘以10% 算出第三年的期望现金流量是12 算完了怎么着 然后我假如说折限率还是我们所说的5% 那就是110除以1加5的1次方 加上56除以1加5的2次方 加上12除以1加5的3次方 算出来的就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有概率的概率加金平均 没概率的给我说一个最可能的金额 作为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没了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们所说的现金流量的确定 那么括号 折限率的预计 我前面一直在说 公允价值兼处置费合的金额 不包括财务费用 不包括所得税收付 说明公允价值兼处置费合的金额是一个税前的概念 而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筹资活动 不包括所得税收付 现金流量也是一个税前的概念 那对不起 将来你的折限率一定也是一个税前的概念 将来我买一个要用到的折限率 都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如果您给我的是税后利率 对不起 我要把税后利率除以 比如说一减25%的所得税税率调整为税前利率 因为我们整个的口径都是税前 这个折限率一定要反映我购置或投资资产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就类似于我们财务成本管理里边所说的内涵报酬率 我总得包本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 且确定折限率时 怎么确定 首先应该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来确定 如果市场利率无法从市场获得 第二个我才可以采用替代利率来估计折限率 首选市场利率 不行选替代利率 那啥叫替代利率 我们可以有多种途径 比如说我根据企业家权平均资金成本 那么还有我们所说的增量借款利率 还有其他相关市场借款利率 能直接用吗 不能 有可能我要做适当调整后 确定为一个替代利率 来作为你的什么 折限率 大概知道是这个意思 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 其实在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 通常 我说百分之百了吗 没有 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限率 比如说我这个资产一共能用几年四间 如果我觉得这四年产生的现金流量 我要求的必要报酬率都是一样的 都是百分之五 比如说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我都已经算出 那我就都是除以一加百分之五的一次方 加上一加百分之五的二次方 加上一加百分之五的三次方 加上一加百分之五的四次方 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内 我通常使用单一折限率来折限 最后我算出了 比如说未来现金流量 限值可能是八百万 但是永远是单一折限率吗 未必 如果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差异 或利率的期限结构反映敏感 我有可能在未来不同期间 采用不同的折限率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投资者 他投资的前两年 这项固定资产给他带来的回报 必要报酬率 他认为百分之五就可以了 但是从第三年开始 百分之五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他就希望必要报酬率是百分之八 那么将来我们折限时 前两年就用百分之五来折限 而可能出现一种 从第三年开始 我就除以一加百分之八的三次方 加上四百除以一加百分之八的四次方 你看前两年也可能用百分之五的折限率 后两年用百分之八的折限率 也不是不可以 就这个意思 能听懂就可以 那么矿三是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计算 我就用买一年的未来现金流量 其实它是一个净现金流量的概念 除以一加折限率的几次方 把每个数都给它折限 然后再相加 我得到的就是这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有什么难度吗 没有 我们看例7.3 他说XYZ航运公司于2050年末 对一艘远洋运输传播进行简直测试 该传播的账面价值1.6亿元 那实际上如果化成万元 是不是一万六千万元 没错 预计上可使物年限为八年 这是资产的剩余使物年限 那我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我是不是应该预计出八年的未来现金流量 没错 他说该传播的公允价值减 处置费物的金额难以决定 这种远洋运输传播 你很少能脱手卖出去 那我就无法确定 公允价值兼处置费物和的金额 结论是什么 我不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吗 我就以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作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那我就要估计 买一年的未来现金流量 他说假定公司当初购置 该传播用的资金是银行的长期借款资金 借款年利率为15% 这叫增量借款利率对吧 他能不能拿它直接作为折限率 有可能要做必要的调整 他说公司认为15%是该资产的最低必要报酬率 我得包本 那貌似他这么一说 15%可以作为折限率 已经讨历了该资产有关的货币时间价值和特定风险 因此在计算期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时 使用15%作为其折限率 这个折限率大大的写两个字一定是什么的 税前的 往下看 公司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显示 公司将于20某5年 现在是20某0 更新传播的发动机系统 这叫什么改良 结论是什么 不考虑改良引起的现金流出 也不考虑改良引起的现金流入 这段文字我只能假装没看见 虽然他后边给你未来现金流量 给了改良之后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对不起 我不用 为啥呀 我应该以资产的当前状况 再说一遍 我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 我只是用的是不包括改良影响金额的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能告诉我怎么算吗 很简单 我就是把每一年的现金流量给他折现 折到现在 把这八个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金额给他相加 第一个就是2500除以1加15%的1次方 加上第二个2460除以1加15%的2次方 一直加到第八个是除以1加15%的8次方 我把这八个数给他折现之后再相加 就能得到我们所说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10965 我的账面价值是16000 1.6个亿嘛 我可收回金额是10965 咋了 贬值了 贬值多少钱 贬值的金额是5035万元 这就是我要提的减值 远洋传播对于我来说是固定资产 所以我要提的减值就是借资产减值损失5035 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35 没了 这就是单项资产具体减值 如果公允价值间处置费合的金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两个都有 取较高者作为可收回金额 跟账面价值去PK 如果可收回金额低 比谁低 比账面价值低 差额就是你该计题的减值准备 这就是这道题 我就说的啥 那么狂四 外币未来现金流量积极限值的预计 他一共说了三个步骤 这道题在很早很早以前 应该是2009年我们考过一年计算分析题 那年份已经这么久远了 就说明这样类型的题 并非是我们很重要类型题 但您作为高大上的诸多概念师 这样的题我还是希望你知道 那么在这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 假如说您有一项资产 它产生的现金流量不是人民币 比如说是美元 那么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比如说还剩四年 它每一年给你带来的净现金流量 那就是流入减流出之后的净额 对吧 比如说分别是100万美元 200万美元 150万美元 80万美元 它每一年给你产生的现金流量都是美元 那就意味着我要算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我是需要先把每一年的美元给的折成人民币 再算限值吗 不是 首先应当以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结算货币 是不是人民币既让本为币 不是 结算货币为基础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并按照该货币适用的折成率计算资产的限值 啥意思 也就意味着第一步 我就是以美元算限值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美元适用的折成率 美元适用的折成率 比如说8% 而人民币适用的折成率 比如说6% 对不起 我现在是美元吗 是 我就应该用8%的折成率 那就是100万除以1加8%的1次方 加上200万除以1加8%的2次方 加150万除以1加8%的3次方 加80万除以1加8%的4次方 最后我算出一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我没算 假设是300万 您告诉我一个计量单位是什么 美元 我是先把它算出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美元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其次 将该外币限值按照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当日的积极汇率进行折算 从而折现成按照计量本位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这时已经折成了什么 人民币 比如说我告诉你 12月31日 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是 1美元等于6元人民币 这就是要求你做的第二步 那第二步 你就是把你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就应该用300万美元乘以1美元等于6元人民币算出1800万元人民币 这是第二步 有了第二步 最后在该限值的基础上比较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进额 慢点 假如说我再告诉你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进额是1650万元 如果我啥都没说肯定是人民币对吧 您刚才算出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不是1800万元人民币吗 那么这俩当中我取较高者作为可收回什么金额 当然是我们所说的1800万元 我是拿这个数跟谁去PK 跟我的账面价值去PK 假如说账面价值是900万 那好 我账车记载这个东西值900万 我能收回的金额是1800万 贬值了吗 没有 我无需记题减值 但如果我账面价值要记载的金额是1900万 账上记载值1900万 我能收回的钱只有1800万 那不就等于怎么的 贬值了 我应该记题100的资产减值损失 假如说这是一项固定资产 那就是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多少 100 举这例子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如果你这资产产生的每一年的现金流量 金额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 不要急于把它折成人民币 就算美元的每一年现金流量 套用它适用的折限率 算出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多少万 美元 再用美元乘以低级汇率折成人民币 然后跟公允价值兼处置费货的性格 两者当中取较高者 最后跟账面价值去PK 有减值你提减值 没减值到此结束 是这个意思 那么到现在为止 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所有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